就要开股东大会了 这个记者会 等于替你打先锋 让你在股东大会之前 提前捡绑 这样 有利于妈替你安排接班 明白吗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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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各位媒体朋友 对高师的接班问题的关心 高总裁 经过肾脏移植手术之后 健康状况日趋稳定 虽然目前还没有醒过来 但是我们相信 高阳的孝心 一定会感动天地 高总裁 一定会恢复健康的 请问 那以高总裁 目前的健康状况来看 高阳先生会立即接班吗 停 咱们 都一样 我都不接班 我不会接班 你接班 别抬一抬好不好 甚至我并没有做肾脏移植手术 怎么办 没做手术呢 什么 你好来啦 对吧 不是 不是 你我面不是对了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真正绝胜救父亲的人 是他 他323 各位 这件事情没那么复杂 基于我跟世邦是多年老友的立场 我简单把这件事情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 那怎么回事 这位王翔 是世邦和叶婷在结婚之前就有的孩子 他的血型和各方面的条件 都和世邦十分吻合 而这孩子 没有怪他父亲这么多年 没有照顾他 反而愿意把自己的肾 捐出来救治自己亲生的父亲 我们的爱 原本是完美的幸福 走到最后便提你伤 虽然我母亲 想把这个捐善救父的光环给我 但我要说实话 所以我不会接班 因为我觉得是时候把我借来的人生 换给王翔 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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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你在胡说什麽呀 什么叫借来的神圣 什么叫不接班 我告诉你啊 就算证实是世邦的主 那也是野主 四生死 妈 别再说了 难道不是吗 光全国圣有什么用啊 能证明什么 证明是高世邦的儿子 就凭一个O型�ES 那我请问在场的朋友们 你们有几个邵欧行写的 难道你们都跟十邦有关系吗 我会跟法院提出 所亲子鉴定申请 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 你还不管好你的儿子 自从王好走了以后 我就得出这样一个教训 绝对不会再让你丧心病狂的 为所欲为 我在这里正式宣布 我不但不会接班 还会立刻提出辞呈 从此离开高市美状 啊 啊 这是为什么 啊 啊 啊